我能理解你 你的中国爱人背叛了你 心情不好打了人 我原谅你 韩教授说了 连续的化验结果都非常稳定 这说明你的病已经彻底好了 你要看清实实 林家是不会接受一个 风流艳势的儿媳妇的 你和那个中国女孩 我是不会同意你们交往的 韩娜不是那样的人 照片都在你手上 你还什么好说的 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 当初在全国 寻找能治你这病的专家 不曾许下诺言 谁要能治了你的病 我就资助他后边的乡 潘教授做到了 可他后边科研项目的预算 却是一个天文数字 该是你为家族处理的时候了 志军 我跟郑会长已经谈过了 他很有信心 只要我们两家联姻 股值增长是肯定的 这是个双赢的结果 郑会长已经让他的女儿 昨天从英国回来了 明天你们见一面 增加一下彼此的了解 爸 国外的人是中国的陆安娜 志军 一个一辈子围着女人打转 开口闭口谈情衰的男人 是不会有出息的 本来就没有想过要出人头地 我更不需要别人看得起我 我只想跟着自己的心走 跟你谈这些 不是在跟你商量 是在通知你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没有选择 林氏集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是不会妥协的 爸你可以想别的办法呀 别的办法我都想过了 都没有用的 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你是林家的肚子 你有责任帮助整个家族渡过这个难关 拜托了 我很了解我的父亲 当年他为了事业 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我和妈妈的感情 现在的情况 我和他的事业 他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而且我也毫无能力逃脱他的控制 他在后面发生了些事情 我可以用力逃脱他的 一段时间 我都可以用力逃脱的 嗯 嗯 你做的 怎么看你像三天三夜没睡一样 昨天晚上一直打呼噜 就跟那个摇滚乐队似的 我真的好几天都没睡那么香了 我还打呼噜了 放心吧 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不耽误你家人 你今儿不上班了 我今儿不去上班了 女模头最近情绪很不稳定 她还放话说要把杂志社给卖了 反正现在也不怎么管我们 待会儿你赶紧吃 吃完了我们就去找一个搬家公司 把你的东西全都搬回来 要不等赵平凡下班让她搬吧 她有力气啊 赵平凡现在升官了 她现在可是个大忙人 是吗 我听说她现在可是公司的红人 我妈说赵平凡特能干 她对赵平凡的印象特别好 你妈没说让赵平凡给她当女婿啊 说了 但是我当时就跟她说了 赵平凡可是我们家格雅的 你肯定没这么说 你当然都不理我不跟我讲话 说实话吧 说实话吧 我觉得赵平凡 真的挺喜欢你的 怎么你也开始胡说了 我没胡说 她为什么陪你去了两次马来西亚 那还不都是你让她陪我去的 好吧 我没什么事 你不知道 我没有什么事 好 人还是什么事 我都不喜欢的 有您的厉害 什么事 我太说了 有您的厉害 有您的厉害 不然 这 就 你 你这帮我处理一下潘克希 得多少钱 得两千块 两千 这么贵 你这这么一大面积 加两门 这至少得两千块吧 我这车都没多少钱 便宜点吧 要不然就一千八 你这这么一大面积 一千六 一千六就一千六吧 行 余总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这是圆魂公司的表书 你怎么迟到了 我的车不知道被谁给弄坏了 怎么回事 被人拿油漆喷了字 喷 喷什么了 骂人的字 怎么会这样呢 你是不是都在什么人了 没有啊 我估计是孩子们的恶作剧吧